现在爱茅台上有两款产品 最不值得预约 柴佑真品和茅台1935 柴佑真品巅峰的价格6200亿平 指导价是599 现在到挂指导价 一两百块钱 整是我的鸟王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茅台1935 茅台1935的野色 它最早的上市是在21年的年底的时候 刚上市多少钱呢 朋友们还记得吧 1800亿平是它巅峰的价格 但从那个最巅峰价格到目前呢 也等于将近是打了一个对折 这多少钱 朋友们自己去算一下就行了 1935的指导价是1188 我们可以在爱茅台上去预约1188 但是买一瓶亏一瓶 因为目前市场的价格 同样是那个刀挂的 刚才咱们已经说过 已经将近折了对半 那今天呢为啥我们突然提到1935的第一 在视频里边每天都是茅台 很难很少去讲到茅台股份公司的其他这些 为啥因为这些酒实在太常见了 讲的博主呢也特别多 所以呢我们还是讲点不一样的 所以总会和朋友们分享普通的一个茅台 那第二呢是我们马上要是我们卖了1935 然后呢卖的这个地址呢是西藏拉萨的那个叫城关区 然后我让我们店里面发货的人一看算了一下 因为和我们自己的那个利润呢 两边那个刚好就抵消了对冲了 然后一分钱没赚 实际呢这样算下来我们还是要亏钱的 为啥亏钱的第一 您资金成本一分钱为赚 第二从贵阳到拉萨大概是2600公里2700公里 那怎么慢慢过去往云路上睡了呢 您说我们这个是不是还承担着路上破碎的风险 但是呢我们把酒用卖到拉萨之后 起码在这个西藏呢又多了一个客户了 有的时候也比较是感觉心暖暖的 为啥因为大家知道小生平时那个一有时间嘛 就往这个西部地区去那个自驾游了 包括咱们在元旦节的时候又又又去了一次云南相跟里了 哎呀每一次去就感觉真的是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高原的地方喝白酒或者喝就咱们就说那个喝酱香酒的 就真的真的太少了喝其他的酒咱们就不知道 反正那个目前在整个西北地区 像甘肃啊那些客户在这多 零下稍微少一些那如果在新疆中还多 但是在西藏那是真的真的少 前些年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往香格里拉地区 发货往德青县才发货 那现在也几乎就没有了 但所以今天突然往那个拉萨发一件就算我那个是感觉突然是那个挺神奇的啊 还有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在西藏那边的一些朋友呢也让给他发一些可娘酒过去喝 但是呢他们因为没在那个主要的没在拉萨了 我们在什么斯坦南还有等等的 还有日卡车等等那些地方算了一下实在发不过去 要不然呢就加上运费就太麻烦了 一直都没发长所以今天那个还蛮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就算了一下 就算了一下 就算了一下